刺犯頭條來看司法案件 利用檢察官職權勾結電玩業者 涉嫌貪污的前高檢署檢察官陳玉珍 當初在遭到特徵組求處罪嚴厲之刑後 依然否認犯罪 不過上午陳玉珍被提訓到台北地院開庭時 態度有了180度的大轉變 他當庭向法官坦承收賄 他說有關的犯罪構成要件 他都願意承認 而且還利用擔任檢察官的職權 讓電玩業者不起訴 等於承認了檢方起訴的違背職務收賄罪 這讓旁聽的媒體與民眾都大感驚訝